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摩达拉的玛利亚在天主教中被称为玛利亚玛达勒纳 在圣经新约中被描述为耶稣的女性追随者 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工会都把她作为圣人 关于摩达拉的玛利亚有许多的事迹 举例来说,在新约圣经中有提到 耶稣在各乡传教时除了十二门徒外 还有她所医治的几个妇女 摩达拉的玛利亚就是其中一位 耶稣治好了她的病,把她身上的魔鬼赶了出来 同时,圣经中也提到 在安息日过后,玛利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到了耶稣的坟墓 她发现坟墓已经空了 只有玛利亚在空坟处哭泣 所以她成为了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 除此之外,在若望福音十二章也提到了 所谓伯大尼亚的玛利亚在伯大尼晚宴中的出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 以摩达拉玛利亚作为启发的艺术作品 在介绍作品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画家 今天要介绍的画家叫做 小名叫做 今天我们就叫小罗好了 小罗出生在1386年 在那个年代活了八十岁已经算是非常长寿了 他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是一名雕刻家 主要用青铜来作为他的雕刻素材 喜欢写实主义 他对文艺复兴非常的有贡献 所以大家可以找他文艺复兴的雕刻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他一些作品 那我们会分早期中期以及晚期来介绍 那早期呢可以看他的大胃像 他比较注重在人体的雕塑 看他的肌肉骨骼都非常的健美 到中期他开始创作一些比较大型的作品 像是在墙壁上啊 或是在教堂里面 可以看中间这个西洛德之宴 那最后到他的晚期呢 像这个顺约翰像 他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 他会用木雕来做主要的素材 并且刻画人性的写实面 那他会以丑陋作为美 他认为那个丑陋就是美的象征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作品 好我要介绍主要的作品 这个作品是作者往期的时候是雕刻的 那他是在1955年出来的 然后他是用木雕的形式去做的 然后他的身高是188厘米 然后有一个科德式的风格 然后他的性格是收藏 有一些缺乏神奇 然后他现在是在一个 波罗文斯主教的博物馆 然后他就是被称为头的美 那我讲一下他作品的由来是 因为在十四世纪的中页 有一个叫多米尼亚的 他写了一个马利亚的传记 那就是描述他就是换去卖银之后就是日常 然后描述他就是抓着他的脚到流血 然后撕他的头发 还有就是欧打他的脸跟鱼黄 用用鱼头 然后接下来我会介绍他的作品特色 那他跟其他的作品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晚期的作品是比较人机身子的 但是他之前的就是很美丽的风格 然后第二就是他就显示出现实主义 然后因为作者医生就是为他的雕塑 找一些普通 到中后期他的雕塑风格非常极端 早年的专严美的形象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就是变成赤裸裸的人性真实 虽然他的神圣光环的股间 但是变成一个很人性坡素的感觉 也因为到后期佛罗伦斯的政治空气 跟思想完全改变 所以变成他后期的作品的样子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 希望大家会更了解摩大拉的玛利亚 是怎么样的人 以及他的事迹